另外,毛孟靜議員在2014年2月12日,致涵本人要求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商台解僱封煙節目主持,以及有關政府當局涉嫌干預新聞自由的事宜。 但是,毛議員將會在2014年3月19日,即是下星期三的大會,根據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動議一項議案。 議案措辭就是這樣的。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括弧商業電台主持人李慧寧女士,被即時終止合約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涉嫌政治干預商業電台編輯自主。 而該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第九, 缺乎二條行使該條例的第九,缺乎一條所賦予的權力。 因爲毛議員已經在大會上提了一個動議, 所以我們事務委員會就應該不會再討論這個問題。 是吧? 那或者我們也讓毛議員說一下,然後聽聽其他委員意見。 是,我想問清楚,你看到的,要特權法查李慧寧事件,結果會凍過水。 可不可以回來事務委員會再要求我們不是審人,變成不是特權法, 但是起碼要談一談,因爲這是一個大氣電波可能被濫用的問題。 商臺的管理層。 你的意思就是說,3月19日這個動議辯論完了之後, 再回來事務委員會不會再談一次。 是吧? 是,如果是被否決。 被否決,被否決就當然了,是吧? 但是在大會裏面,每人都可以講七分鐘的事情, 你又講十五分鐘。 這個修訂動議那些可以講十分鐘, 那已經充分發表意見, 如果你再來事務委員會, 那些人有沒有話要講? 主席,我們來到這裏不是這裏討論, 是要求李慧寧和商臺的管理層, 是有關官員都出席, 來向大家交易, 不是我們的議論。 我們問一下其他委員的意見, 我自己就覺得, 有一個先後次序應該事務委員會講完, 就再去大會動議辯論。 這樣還是好一點。 你現在大會動議辯論, 即是這個權力及特權調例, 即是開這個動議, 接著被否決再回來, 已經很弱雞地來行禮儀, 我想那些人興趣都不達, 或者我們現在聽聽委員的意見, 有哪一位? 劉慧卿議員。 主席,我剛才第一個舉手, 就是想問星期六的會, 是開到幾點鐘結束的? 主席, 9點鐘開始, 是嗎? 是, 開到11點,兩個小時而已, 因為人不多, 好, 好。 那這個議題,你有否意見? 至於這個議題, 我也同意, 就是最理想, 以及以往都是我們多年來的做法, 就是在委員會開會先談了, 叫所有人來講, 講完完, 在那裡, 跟進也沒什麼用了, 回去大會, 去拿特權的, 如果阿毛議員同意, 如果不是, 他做回自己想的, OK, 還有哪位議員有意見? 我也跟大家的意見差不多, 但是, 因為我們應該在委員會談了, 之後, 跟官員, 以及相對的持份者, 拿了他們的資料之後, 你才再做大會的辯論, 現在一開始就上了大會辯論了, 原來沒事, 回來再說, 又有新認的時候, 是不是又上去呢? 我就建議毛議員, 或者可以考慮一下, 他那個程序的方面, 多謝主席, OK, 創委委員, 這個議題有意見, 那, 阿毛議員, 我當然考慮過程序, 我就想著, 如果這樣一路拖下去, 暑假都沒得上的了, 所以我就, 急起來, 我就先做了大會那邊, 但是, 那個是, 真是表態是高於一切的, 我們在事務委員會, 我都說過, 再說一次, 是要求有, 李慧玲這個當事人, 和商台的管理層, 以及我們是有關的官員, 來和我們談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 這個安排, 剛才劉慧英議員, 都提醒我們, 因為他很資深, 他知道過去的程序, 一貫的做法, 但是我們沒有所謂, 很多一貫的做法都可以打破, 只要大家同意的話,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有時間才行, 沒有議員, 因為我們這一年, 議程都排得很密, 接著可能又有些特別會議, 我方怕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你回來, 這個時務委員會會談, 如果你用一節, 大概45分鐘的時間, 什麼都說不到, 一樣是無用的, 問題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開心, 他那些政府的人要來, 商臺可能陳志雲會來, 李慧寧會來, 到時的結果, 可能只有李慧寧一個來, 因為政府不會回答你, 我們估計是, 所以問題就是, 你反而在動議辯論上, 那麼多人一起說, 如果過不了, 沒得說, 因為那個才有效力, 你來到事務委員會, 又是行禮如宜, 然後政府不回答你, 只有李慧寧一個唱獨腳戲, 那沒有意思, 但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排到時間, 我沒有所謂的, 對我來說, 現在的問題就是, 對我來說, 現在就是, 排到時間, 我就照排, 照你的意思, 排不到就沒辦法了, 我才告訴你, 因為有優先次序, 對我來說, 排到時間, 我沒有所謂的, 對我來說, 所有的議員提出任何的意見, 我們都會處理的, OK? 都是盡量符合你的議員, 而是, 主席, 我先看大會的結果如何, 現在我們未知大會的結果, 我們有猜測怎樣怎樣, 我覺得, 對下一次會議的安排, 會比較混亂, 不如就等下一次, 即是, 星期三的大會, 決定怎樣, 我們下次再考慮, 是否再安排, 可能會好些, 好, 副主席, 主席, 我就覺得, 立法會就這件事, 上次我們內會有討論過, 接著, 接下來, 我們在大會也會有討論, 看回我們的, 接下來的代議事行,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議程, 想談, 亦都想花多時間談, 我覺得可能都有充分的討論, 在這件事上, 正如剛才的主席所說, 就算我們, 在這個panel再談, 可能只有你為另一個人, 來自己談, 所以, 我就會, 覺得未必有這樣的需要, 謝謝主席, 我們這樣決定, 因為時間問題, 今天我們有四個議程要談, 所以, 你看到我們都質疑得很密, 我們現在就等, 3月19日, 那個動議辯論的結果, OK, 那結果, 如果真是被否決的話, 然後, 無議員繼續堅持, 要在事務委員, 不會在那裏開議程, 來講這個問題, 又請那些相關的人來, 我們可以安排, 但前提就是, 有一個優先次序, 因為現在, 譬如我們今天都排四個議題, 很嚴重, OK, 我們可以涉得到, 我們就涉下去, 好嗎, 大家都可以, 應該可以接受這個做法, 如果沒有事情, 我們就下個議程, 好嗎, 我們今天有四個議程, 在那裏開議程中,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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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